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一起来关注 美国国会众议院13号通过一项 名叫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 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案 也被称为TikTok法案 该法案的下一步将会交由参议院进行表决 但是法案在参议院的命运还不明确 众议院全力投票以352票 比65票通过法案 这样法案将对拥有1.7亿美国用户的 TikTok构成重大挑战 法案要求TikTok除非与中国母公司字业跳动拆分 否则将在法案通过后的165天后将面临禁令 有支持法案的国会议员认为 中国政府可以随时要求获取TikTok在美国用户的数据 有关TikTok构成国际安全风险的指控人士假设 美国政府身为公开任何证据 表明中国访问了TikTok的用户数据 反对TikTok法案的议员表示 禁止TikTok不明智 需要尊重用户的选择 终于长约翰逊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像TikTok这样的应用程序 允许中国向美国的年轻人推送有害内容 并从事恶意活动 今天的两档投票表明国会反对中国企图监视和操纵美国人 并表明美国决心威慑敌人 并敦促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 并将其提交拜登 以便尽快签署成为法律 众议院通过法案只是第一步 还需要参议院通过法案才能提交总统拜登签署 但参议院还未安排具体日期进行审理 在美国国会政议院13号通过关于TikTok的最新法案之后 美国白宫在当天表示 乐见这项法案在国会推进 并且敦促参议院也迅速地采取行动 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天在空军1号上向记者表示 欢迎国会采取行动 并乐见这项法案在国会得到推进 从提出这项法案到最终通过 众议院只用了一周时间 期间白宫法律顾问以及国安会 还有美国情报部门都向国会提供了技术和情报分析 白宫表示在法案送交参议院后 拜登政府将持续对国会提供协助 而白宫认为这些行动不会阻碍拜登政府与中国的接触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承诺 一旦国会通过TikTok法案 他将会签字 但几周前才入驻TikTok的拜登竞选团队 在TikTok上已经拥有近24万粉丝 在众议院通过TikTok法案后 拜登团队仍然在TikTok上继续发布视频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TikTok行政总裁周寿兹在美国众议院通过公司 要与字节跳动玻璃的法案之后发出短视频 表示会尽一切努力阻止禁令生效 另外TikTok的发言人稍早前也发表声明 批评众议院快速通过法案 闭门听取所谓的国安忧虑 整个过程秘密只是为了一个原因而仓促的通过 就是禁止TikTok 发言人表示希望美国参议院能够考虑事实 聆听选民的声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早前在回应此事时表示 这种不能够在公平竞争中取胜 就采取霸凌行政的做法 最终必将会反噬美国自身 近年来尽管美方始终没有找到 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 却始终没有停止对TikTok的打压 这种不能在公平竞争中取胜 就采取霸凌行政的做法 扰乱的是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损害的是国际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信心 破坏的是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 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 在美国的前几波打压之下 TikTok本身已经做出了很多改变和让步 为什么美国还是要穷追猛打 而美国强制剥离TikTok 会否更多处于经济方面的考量 我们来看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沈毅先生带来的观察 一个强盗对一个人说 把你的钱交出来我就不恨你 然后我们关注的是 这个钱的所有权问题 因为这个钱放在你身上不安全 不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荒诞的场景 事实上就是美国要干掉TikTok 它有很多种理由 但核心一条 就是在公平公正的竞争中 他拿TikTok没有办法 他拿中国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用公平的方式 去赢得竞争 于是他用抢劫的方式来结束 这样来拿出这么一个闹剧 这是非常令人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有现在放在台面上的 都是指责和指控 他们没有公开的证据证明 真实的发生了国家安全威胁 他就建立了一个粗暴的逻辑 中国是敌人 中国的公司不安全 卖给美国企业就好了 中国能不能够用同样的逻辑 对待所有在中国运营的美国企业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能不能够用同样的逻辑 去提出这样的要求 美国政府有窃取数据的证据 冷静门 他在做监控 苹果公司 玻璃 否则我不让你运营 Facebook玻璃 谷歌玻璃 Twitter玻璃 我们要不要进入这样一种状态 我觉得这个问题 真的到了需要各方都严肃 认真冷静思考的时候 TikTok就是一颗长着金羊毛的羊 它所拥有的经济价值和潜力 是无穷的 对于像Metas 对于像Facebook和其他一些 包括像OpenAI这样的企业 TikTok可能带来巨大的潜力 他们希望用一种最廉价的方式 进行收割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得不到 由此产生的经济动荡 和对美国社会的冲击 会远远超出经济层面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如果美国的参议员 能够冷静地进行思考 他会发现 最好还是不要顺着 众议员的疯癫逻辑 朝这条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这个事情搞到现在这个样子 对于拜登总统来说 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 你的竞选团队刚刚开了账号 你不想失去这些选票 但这些选民 有可能在你真的 把它从应用商店上下架 给他带来生活上的直接不便 甚至威胁他的生计之后 继续选你吗 这是不可能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参议院之所以表现出 更加谨慎的态度 是因为任期和选举周期 与众议院相对来说 更加高频和短促的 那批议员来说 参议院他有相对的理性 他们真正地知道 这些选民 这些用户 在政治当中意味着什么 至于说特朗普和拜托 至于说特朗普的表态 更多的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东西 因为双方处在这样一种 竞选过程当中 你这样做了 我这样反来 而且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 他的个人经历而言 对他构成伤害的是 Facebook和Exit 对他的账号的封禁 所以他希望更多的是 像Facebook和Twitter 这样一些东西 得到有效的管控 至于TikTok 对特朗普来说 更多的是一种选举的议题和话题 在今天这个场景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竞争日趋劣质化的 美国国内政治结构 为自己的选举 注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而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后果 一方面是消费了 美国民众的福利 损耗和干扰了 他们的正常生活 显示出了这种意愿的蛮横 和与民众之间的脱节 另一方面 它消耗的是美国的声望 在中长期 对美国实质性的国家利益 会构成更加严重的损伤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衰败霸权 无耻劫掠的这样一副闹剧 好 下一节关注更多的 时事要闻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2024俄罗斯总统选举 将在15号起一连三天举行 提前投票正在进行当中 截至12号 已经有超过4万人投票 而在大选的前几天 乌克兰则加强了 对于俄罗斯本土的攻击 俄总统普京就批评 这是在企图破坏选举 在俄罗斯战争爆发后 并入俄罗斯联邦的 马里乌波尔 选举正在有序进行 有选民表示 投票是为了期盼世界和平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 以及靠近北极圈的摩尔曼斯克州 投票也在提前进行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表示 截至3月12号 已有超过4万人 于国外投了票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 截至11号上午 已有约850万人 提交了异地和远程投票的申请 俄罗斯总统选举提前投票 于2月25日启动 一些交通不便和偏远地区的选民 从当天开始投票 居住在国外的俄罗斯选民 也可以从3月1日开始投票 正式投票日前 俄罗斯多家媒体 播出了现任总统普京的专访 普京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 曾于2011年访问俄罗斯期间 劝他不要参与竞选总统 普京表示 这是对俄罗斯内政的干涉 对于乌克兰近日 加强了对俄罗斯境内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普京认为 这是为了破坏俄罗斯的选举 本届总统选举正式投票 将于3月15日至17日进行 包括现任总统普京在内的4名候选人参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大选在即 总统普京接受了核心社 还有俄罗斯电视一台的联合采访 就核战争 俄乌冲突 以及俄罗斯和美西方国家的关系等一体 产名立场 在13号发布的采访中 普京表示 从未有过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 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想法 只有在国家生存面临威胁的情况下 俄方才会考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普京表示 如果美国举行核试验 俄罗斯也将进行类似试验 他又说俄先锋高超音速导弹 让美国在反导系统上的一切投入化为炮影 普京还表示 朝鲜有自己的核保护伞 没有向俄方提出任何要求 有关俄乌战事及核谈 普京说 乌军队俄边境州份的攻击 是因为其在前线的失利 乌方还希望借此干扰俄总统选举投票 普京指出 武器援助以及外国军队在乌克兰的存在 都不会改变战场局势 如果美国军队出现在乌克兰 俄方会将他们视作武装干涉者 普京还表示 俄方已准备好开展谈判 但谈判应该基于现实条件 他们想要取消防 而这是严重的谈判 跟保障安全的保障 谈及俄罗斯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 普京说 芬兰瑞典加入北约毫无意义 两国相处在某个保护伞之下 但入约后 俄罗斯军队和防御系统 也将出现在两国边境附近 普京指出 西方已经明白 在战场上使俄罗斯遭遇失败 是不可能的 俄方希望和西方达成协议 但需要清晰写明的 符合俄方利益的安全保障 俄方并不打算使西方分裂 但将捍卫自己的利益 另外 俄方没有干涉美国总统大选 莫斯科准备同美国选民 选出的任何一位总统打交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普京在这次采访当中 议题是非常广泛 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 就是关于核技术方面 普京表示 从军事纪度角度来说的话 俄罗斯已经对于核战争 做好了准备 并指如果说 美国举行核试验的话 俄罗斯也会进行类似的试验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的分析解读 郑先生您好 你好 郑子 那看普京此时发表核武器论 您认为他的用意何在 另外这些言论 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普京这次接受 俄新社和俄罗斯一台的专访 是在一个月前 美国Fox News Fox News 就是福克斯新闻前主播卡尔森 对普京进行个人的专访 一个月 刚刚一个月的时候进行第二次的一个专访 那么当然了和卡尔森的那次专访 完全不同 因为卡尔森他是美国人 他是从美国西方的视角来询问 普京有关西方国家搞不懂的一些问题 包括俄乌冲突 如何结束战争等等 和西方的关系等等 但是这一次普京接受本国的这个官方的媒体的采访 他主要的是要释放出一些在一些重大的一些敏感的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所以那次如果是只是一个解释性的一个专访的话 那么这一次是对俄罗斯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立场 那么发表他个人的一个见解 所以性质上是不同的 那么当然了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这次的专访 普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讲述了俄乌战争 包括核武器 包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核武器 其中有三段话是最为关注的 第一段话就是普京说从来没有想过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 他还反问为什么要使用战术核武器呢 第二的话就是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准备 特别是核打击 就是三维一体的核打击 俄罗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当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就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 第三一段话我们新闻片当中没有 但是我认为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也是结合了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普京说呢 就是如果说在乌克兰的领土上出现NATO 就是北约的军事人员的话 那么将会被俄罗斯视为是侵略者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 俄罗斯将会采取坚决的反制的这个行动 和这个乌克兰一样会采取这种打击的行动 那么第一句话呢 他释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呢 就是普京说我们没有打算在乌克兰 使用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 或者叫战略核武器 那么实际上他表明莫斯科是有充分的信心 来打赢这场战争 根本就不需要动用战术核武器 就可以打赢 他是莫斯科或者是普京本人 对这场俄武冲突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宣示 第二段话呢 就是已经做好了准备 如果说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 那么就会使用核武器 这个这段话 他释放的一个信息呢 非常重要 就是一方面 他说明俄罗斯确实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三分一体的核打击能力 它是非常强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 这个关键词就是如果 这个如果呢 他释放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未来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的判断 是掌握在莫斯科 或者叫掌握在普京手上 那么这个安全受到威胁 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判断 那么就是说 如果你轰炸克里米亚大桥 我可以认为是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 你轰炸射彼得堡 我也可以认为是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呢 这种使用核武器的这个权力和判断 是掌握在莫斯科手上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俄罗斯仍然可以随时使用核武器 只要他认为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从逻辑上来讲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严厉的警告 第三的话 那么前不久呢 我们知道呢 无论是马克龙还是波兰的总统总理 不断地说 那么 北约的士兵出现在这个乌克兰的领土上 也不奇怪 甚至直接呼吁 北约可以直接派遣这个军事员到这个乌克兰去 实际上 北约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军事人员 是在这个乌克兰协助乌军来抵抗 这个或者叫和这个俄罗斯进行作战 那么这个情况呢 莫斯科已经掌握到了 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这次的专访 就像北约释放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明确的一个信号 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有这个北约的士兵 在这个乌克兰作战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采取一切的手段来进行反制 普京说得很清楚 就是凡是在乌克兰作战的外国人 都会被视为是侵略者与打击 所以这三段话的逻辑它是非常清楚的 一方面是警告或者叫严厉的警告西方 不要轻举妄动 因为最终使用核武器的权力 是由我普京使用莫斯科来掌握的 另一方面就是说这场战争 结束这场战争完全要靠西方 我们不需要动用核武器 我们有能力通过常规武器 那么就可以达到我们的军事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 所以这段话要完整地来理解 其实它所释放的各种信息 还是非常明确的 两位 是 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另外 俄罗斯总统选举的另一名候选人 俄罗斯自民党主席斯鲁茨基 在13号接受本台专访 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任期之内的成就 做出了肯定 对这一次俄罗斯总统选举 也谈到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 发自莫斯科的现场报道 我们现在来了 我能安排得更多的 这就是俄罗斯总统选举的 后选人 레оанид Русский 早示 俄罗斯科 现在这中国是美国 中国是美国的 美国的用币 是因为美国的优牌 而是美国的国家 特别都是为了 我们的川普通 也说 在美国的表情 在美国的分析 在美国的美国 你的美国的分析 是这个目的 要改变 рубль和 yuan,要改变 15多年以上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партнеры платежная система, основанная н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рубля и yuan будет доведена д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воплощения наши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банками уже в самое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 нынешнем году э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 том числе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о значимых проектов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которые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набирают обороты поэтому будем этому всячески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и выражу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том, что вопрос в нынешнем году будет решен еще вопрос, это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аботал уже 5 лет как вы оцениваете его работу?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аботает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успешно, эффективно и это оценят, давайте подождем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и люди в ходе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на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ах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и люди в ходе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на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ах и используем путь в начале 像 вот еще одна из самых дружных дружных выборов и так далее 号召乙军空袭 乙军声称行动中杀死了一个哈马斯指挥官 这名指挥官负责人道援助 及哈马斯的物资分发 并向哈马斯人员提供乙军阵地情报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就指 另有数人遇袭丧生 包括一名联合国人员 这次空袭也有多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接见荷兰首相吕特时 向吕特表示 打算以其他机构取代联合国 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又指以色列有必要在拉法 采取军事行动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 视察加沙运送物资的海上走廊的 准备工作时 也暗示在拉法将采取军事行动 以军表示计划与国际组织合作 将拉法约140万戈巴人 转移到加沙中部的化设区域 将会提供凉水临时房屋等人道援助 相信是为了展开对拉法的地面行动做准备 以军表示 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3月开始至今 剿灭超过100名汉马斯武装分子 以军据报开始从汉尤尼斯撤军 位于北部的汉马德城住宅区被毁 半岛电视台报道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报告指 以军对在加沙俘虏的巴人广泛使用酷刑 其中包括20亿名工程处工作人员 以及15名家属 但以色列否认 以色列议会通过经修订的2024年度国家预算 增加对以色列打击汉马斯的拨款 国家预算修订后 增加了国防开支经费 和对受战事影响的家庭和企业的赔偿 在塞浦路斯 工作人员用货车装载救援物资 在送往拉纳卡港 准备用货船运送到加沙 当地官员表示 当第一艘救援船将人道物资运抵加沙后 将有第二艘在云立更为庞大的救援船接力 执行人道救援任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一则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将于下周访问澳大利亚 并将在20号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举行会谈 预计双方将会谈及人权地区安全的问题 还会就推动消除两国剩余贸易障碍的举措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4号表示 期待王毅 下周访问堪培拉 另一方面再来看到 根据伊朗媒体13号的报道 伊朗 中国和俄罗斯 在北印度洋阿曼湾附近举行的 安全纽带2024联合海军演习 进入第二天 演习成功歼灭家乡地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伊朗 俄罗斯和中国海军参演舰艇 演习了各种战术模式的编队 进行打击指定目标的演练 演习第三天 将进行救助着火船只 解救被劫持商船 开展夜间空出目标行动等战术作战演练 此次演习面积达1.7万平方公里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派出三艘国产军舰和两艘 护卫舰参加此次联合军演 其中包括最新加入革命卫队海军舰队的三艘国产军舰 以及革命卫队海上直升机和海军陆战队都参加了此次演习 此次演习以共创和平与安全为主题 旨在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 演习以反海盗搜救为主要内容 分为港岸对接 海上演习 总结闭幕三个阶段 有助于加强参演国家海军之间合作交流 共同构建海洋民运共同体 阿曼 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和南非的海军代表 也参加了这次演习 据报道 演习目标还包括加强国际海上贸易安全 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 人道主义措施 海上救援领域的信息交流 以及作战和战术经验交流 这是三个国家近年来举行的第四次海上联合演习 王卫视 郑开里的穆森 德河南报道 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虽然已经过去接近四十年 但是战争的创伤依然存在 实际如今 两伊地区的边境都是一个敏感的战略要地 本台记者作为唯一的华文媒体应邀前往了两伊边境的阿尔万德河采访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系列报道第三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两伊边境的阿尔万德河 阿尔万德河在波斯语的意思是伟大的河流 这条河是伊朗和伊拉克共有的一条河流 最终它与优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交汇在一起 会向波斯湾 那么这条河流在1980到1988年成为两伊战争的一个导火索 那么这里也是伊朗和伊拉克一个重要的石油出口港 阿尔万德河位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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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一十公里 并且长度位于八十四公里 是第二个里斯河和伊拉克的交汇中的交汇中 我们在这里做上了个民众的军事 和亲戚者给我们教授当年战场上发生了故事 这热水的热水是热水平的 但我听过了很多热水平和热水平的热水平 是热水平的热水平 这热水平的热水平 他们在河宾和伊拉克的热水平 在阿尔湾的河上 穿索着 格می ویدوی ویلاکر 的巡弱小艇 没有当地的 遗传 在这里打鱼 远处 旺间 可以看见 بوسوان的 出海口 和大庆的 一轮 明天 跟 法律 的 法律 的 法律 和 阿尔湾 的 阿尔湾 阿尔湾 的 阿尔湾 和 德 的 的 阿尔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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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喜 阿尔湾 对 阿尔湾 的 让一边进二二万德河报道 好 下期回来关注港澳方面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焦点转到香港 香港特区政府在13号晚间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反华组织香港监察 与16名联署人刻意误导公众 抹黑基本法第23条立法当中的 披露他人犯判国罪规定是针对宗教 企图挑拨宗教人士和信众对立法不满 政府发言人指出 宗教自由并不保障任何人进行严重犯罪行为 不用受到法律制裁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 宗教自由可以因保障公共安全等为由 予以限制 又指一般市民不论是否为宗教人士 绝不会干犯犯国罪 只会在非常极端的情况 包括向中国发动战争等才会干犯 发言人批评香港监察和连署人 丝毫没有提到有关国家的相关法律 并假借宗教议题 无理攻击特区政府的立法工作 是赤裸裸厚颜无耻和野蛮的干预 呼吁市民认清该反华组织的真面目 香港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委员会 13号继续举行会议 并且完成了对条例草案的逐条审议 法案委员会表示 接下来将会开会审议草案修正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行政会议上周决定 8号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看线 当天香港立法会加开特别会议 完成首读并进行二读 根据香港法律制定流程 法案通常在动议二读后 会进入辩论终止待续 并交付内务委员会决定 是否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法案 法案委员会在8号当天首次召开会议 逐条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中的所有条文 并在随后的周末两天密集召开会议 截至13号已经完成了对条例草案的审议 而截至13号 法案委员会已经举行了20节会议 会议合共超过38小时 接下来还将继续开会审议草案修正案 待法案委员会完成研究法案后 将会通知内委会 并由内委会恢复二读辩论 期间立法会将进行表决 待进行表决通过后 法案会交由全体委员会审议 即表决动议三读 若议案最终或通过 法案将会提交行政长官签署 然后再看线生效 凤凤卫卫视张又人香港报道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与澳门中联办 召开今年的全国两会精神传达会 会议由澳门中联办副主任黄柳全主持 澳门全国人大代表团团长卢一良 全国政协特要澳门人世界 叫职人去世昌分别传达两会精神 和后华发言时表示 澳门必须赶上国家发展 被动于守旧思维指挥令 澳门撮离大事 澳门需保持奋斗和开放态度 不断坚持高度配合内力发展和改革开放形势 不可以永远停顿在几十年前的思维 觉得我们澳门是一个自由经济体系 已经是一个开放城市 所以改革开放是内地的问题 柯一诚在讲话时强调 澳门将继续传面官司一国两制 配合中央角色部署 坚持防御外部势力干扰 将会推进澳请一体化发展和积极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和普与国家之间的合作 澳门特区必须充分发挥高度自由开放 和国际规则顺畅涵接 国际联击联系 广泛等独特的优势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 郑兴聪在讲话时强调 在复杂国际环境和美国等西方国家 不断妨碍中国发展下 更能凸显出爱国爱澳治理方针的重要性 坚持爱国者制澳 是关系澳门长治久安的大事大会问题 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各领域的广治团队 要树立治理导向 确实担负起治理澳门的主体责任 风环卫视记者陈乐林在澳门报道 香港快运往返香港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新航线 12号正式首航 计划每天执行一个往返航班 香港快运行政总裁毛街雄 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 今年公司目标将内地航班的业务占比 从过往的5%突破到10% 以低成本著称的香港快运航空 12号起正式开通 来往香港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航线 每日一对班次 香港快运行政总裁毛街雄 日前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基于公司价格定位及内地市场的潜力 他希望进一步开通 内地二三线城市航点及发掘更多潜在客户 我们的航班数量内地是占到5% 我希望今年或者接下来两三年 能够突破10% 甚至说长远的目标 我们希望是能够1% 因为我们对内地的市场还是非常看好的 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的话呢 在内地 就是看民航的初步的一些数据吧 在内地的话 其实坐过飞机的大概是3亿左右的人口 也就是说还有近10亿的人口 是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那么在平均每两个内地的人 每年只有一次的坐飞机出行的机会 所以这个幅度 这个比例呢 其实和其他的国家 是远远低于的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 而且我们的低成本航空的模式 就是要希望给更多的人能够坐得上飞机 飞得上 飞得起 飞得好 随着香港自由行放宽 及内地东南亚国家免签安排 等一系列利好消息陆续公布 毛洁琼相信会大幅刺激 内地旅客的出行需求 面对市场竞争 他强调快运会通过高性价比和差异化的服务 如通过维持网络的特色性 像是日本鹿尔岛 泰国清迈等小众航点的运营 配合品牌推广及增值服务 开拓潜在市场 而香港快运航空有四分之一的旅客 来自大湾区青年 这也令他对内地市场的增长充满信心 毛洁琼强调香港快运在去年4月 已经恢复疫情前百分之百的航空运力 今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了疫情前的140% 未来也将积极招聘人手和扩充机组 为巩固香港作为航空枢纽的地位贡献力量 在过去的12个月里边 我们的机队也在不停地扩充 每40天就有增加一架新的飞机 这也能支持到我们接下来的进一步的增长 然后我们的也在积极的招聘人手 去年的话我们招聘了近500名的 空服员和飞行人员 那么今年我们将会继续招聘 超过500名的机组人员 来进一步助力我们的增长 但毛洁琼重申 人手不足依旧是业界面临的一大挑战 他期望特区政府继续积极引进大湾区人才 并就机场的基建设施 引入更多智能化服务 以缓解业界对人手的需求 作为今年首条新航线 香港快运表示希望通过香港北京大新的这条航线 促进两地区域经济的发展 而今年的下半年也将陆续有其他城市的站点加开 风卫视季次清 登亮堂严靖西在北京报道 河北省三河市应急管理局在14号凌晨一时许发布情况通报 称13号7点54分 燕郊镇一个商户因为发生疑似燃气泄漏而引发的燃爆事故 事故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 27人受伤 截至目前现场的清理以及新闻完成 伤者全部送往医院救治 其中14人已经出院 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好 我们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的财经报名消息 美国股市在周三走出了分化的行情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回软 向前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们发回来的报道 我们来看新年三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周三走势全天都是好坏产板的格局 在星期三没有重量级的经济数据出台 投资人关注的是行业类股个别的消息 以及面对技术盘整获利回土抛压的一个格局 那么在技术类股当中 可以说是英雷达一开盘就带领同业相关的类股 找到获利回土的抛售呈现走低 但是英雷达公司本身还是股价保持在900美元以上 但是其他的相关的同业股像苹果 脸书以及特斯拉则是遭到不同程度的 抛售的压力股价出现全天走低的态势 而且是特斯拉还遭到富国银行的 降低股票价格目标的评级 道琼斯评级工业指数当中 还是承接星期二的态势 3M公司仍然是升幅最好的一家公司 上升5.4% 而跌幅最大的是英特尔公司 一家芯片公司下跌幅度4.44% 主要是政府合作的协议 现在可能面临一个危机 另外那只100指15当中 PayPal上升4.03% 其他几家上升比较好的 也都是同类的 比如说是零售网上支付等相关的公司 像eBay 百度 京东分别上乎 都是2%到1%不等 标准普通的500指数 11大行业股当中 能源类股则是升幅相当的量力 主要是消息传来乌克兰 又袭击俄罗斯的产业设施 所以推升油价 对能源产业类股 造成价格的上面的支持 那么在星期四 还有重要的美国的PPI 也就是批发物价指数出台 所以这也是导致 星期三股价的走势 横向盘整投资人 持官网形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明是10年仓债 收益率是4.178% 油价上涨2.78% 是79块 7.2一桶作收 金价也是上涨 0.68% 2180.80美元 一桶作收 以上是星期三情况 凤凰威士旁哲 纽约报道 香港方面 一传媒创办人 黎智英被控违反 香港国安法的案件 13号续审 控方传照 曾与黎智英案的 共谋被告 一同众筹登报的 第四位从犯证人 黎宇轩出庭作证 案件进入第44天审讯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 黎智英上午油球车 押送至香港西九龙法院 控方首次传照 第四名从犯证人 黎宇轩作供 黎宇轩是12港人案的 涉案人员 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 同时他也是涉嫌 违反香港国安法组织 香港故事的成员之一 他透露 曾在社交平台上发起众筹 并筹得约700万港元费用 但由于转账需要时间 又想赶在20国集团 峰会期间刊登报章 他自行垫付全部300万港元的积蓄 但仍不够支付 而陈子华则提议找人帮忙垫付 根据调查 最终由黎智英及其助手 所持有的公司垫付费用 他补充 自己在实际上操作众筹户口 而同案共谋被告陈子华 则帮忙联系报纸和找人垫付费用 他回应 这次行动的团队人数 涉及至少10人以上 根据案件早前负责财富调查证人的 供词显示 李宇轩还款的银行账户 属于黎智英助手的名下公司 凤凰卫视张又人香港报道 香港国际警示展在举办期间 换财永湘江上海之夜 在香港成功举办 活动用璀璨的星光 来纪念上海和香港 两座姐妹城市的不解之缘 同时也进一步深化 护港文化交流 从黄浦江到湘江 从浦江轮渡到天星小轮 上海和香港在文化基因方面 有着众多相似之处 随着电视剧繁华的热播 也拉近了上海与香港之间的距离 上海国际影视展举办期间 幻彩永湘江上海之夜 在天星小轮上汇聚璀彩星光 电视剧繁华演员代表 钟振涛 郑凯 佟晨杰 以及上海籍香港艺人杨颖等出席活动 在繁华中饰演黄河路小王子 魏总的演员郑凯 是第一次乘坐天星小轮 吹着海风饱览维港夜景 郑凯在接受父皇问时访问时说 希望有机会能来香港拍戏 一个城市有一条江或者有一个海 对于这个城市来说的气质会很不一样 然后香港和上海都是有水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水是聚财 也聚人气 所以特别好的一点 我当然希望可以有机会来香港拍戏了 因为其实身边挺多香港的艺人演员 来大陆发展的我们也都成为了好朋友 所以我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也来香港拍戏 香港这么舒服环境这么好 繁华掀起了现象及文化热潮 包含着河港两座大都市在文化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渊源 在上海成长 在香港出道的艺人阳影 对这两座城市也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是在上海读书读到初二 然后在香港从初三开始继续念的 中间反正因为语言也是闹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我同样感受到的是 其实两边的人都是一样的这么热情和善良 我觉得是在我童年的生活里 是给了我非常多美好的记忆的 活动现场也呈现了《一生何求》等繁华剧中大热的插曲串烧 粤语金曲仿佛再次模糊了香港与上海之间的距离 让我们在香港看到了上海 也在上海看到了香港 聚集繁华是近年沪港影视合作的成功范例 繁华的盛放来之不易 但相信上海之夜后 沪港合作的璀璨将不至于繁华 凤华卫视 王叔 香港报道 香港国际影视展继续进行 凤华卫视全媒体举阵也继续亮相展厅 而凤华卫视我也学一招节目 来到了展位 邀请到了大热电视剧繁华的主创团队 共同体验武术招式 一度在展会掀起了功夫潮 今年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百年诞辰 凤华卫视13号在香港国际影视展展区举办活动 我也学一招节目主持人与吉祥物小树蛙 邀请现场观众及参展商共同表演功夫动作 重现武侠招式 同时启动我也学一招之寻技金庸项目 而内地大热的电视剧繁华的主创演员们 已来到凤华展区 参与我也学一招互动 在剧中客串香港出神一角的著名演员钟振涛 在共同参与凤华卫视活动后表示 期待香港年轻电影人能利用香港优势 重振玉宇拼市场 中润涛认为香港是全世界最高效的城市之一 快节奏的生活 发达的经济以及多元的文化 都可以给电影创作提供真实的素材 而现场也有来自内地的参展商 希望向海外推荐内地优质的纪录片及影视剧作品 也是把中国大陆的电视剧推到世界各地去 然后这次来其实也是有跟各个地方的客户有约会 然后向他们推荐节目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FUMA可以有一些成交 富豪卫视 吴星纯 香港报道 主要是电视剧 纪录片 最后带大家关注节奏娱乐新闻 来看娱乐快递 学家燕出席活动 演唱她的名曲《皆大欢喜》 立即炒热现场气氛 家燕姐唱得那么开心 之前在马来西亚东台差点发生意外 幸好被马的中和陈展棚所救 第二级的时候因为长裙遮了我的脚 我踩空了 幸好有他们两个扶着 否则我直接就在第九级上摔下来 是很危险的 现场的观众都呜一声 我就立即停一停 然后我就继续唱 真的好多谢这两位视帝帮了我看 而且他们真的很细心 林峰拍新剧又与舍师曼合作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对荧幕情侣 这次有很多合作很多次的老婆档 兄弟姐妹 也都有些 识了很久 但是第一次合作的之日 希望今次可以产生更多更多不同的报告 被大家看到 除了林峰之外 还有另一位哪一人经常跟舍师曼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感谢林大成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更多消息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